先跟她說的 好,謝謝 不夠你快啊,大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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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分散下來,不是集體下來, 他們逐個逐個走出來, 一齊下來,分散走, 我們可能察覺不到他們坐電梯下, 我們也猜不到原來這麼早, 這個你認不認得, 這個陳小偉, 陳多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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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鄧樂君, 可能拍不到, 八家頭, 先認認人, 很多行家追著補償, 因為我們很少人知道他們一時間下來, 他們補償, 這些文件簽妥下來, 一齊下來, 但是, 很低調, 很低調, 那我就追出來, 第一, 我見到他們下電梯, 唯有要提一提行家, 因為行家在等著, 想不到他們早了, 我們打算五點才來, 那太早了, 都拍到, 追著都拍到的, 好, 我們過一過去, 總結今天有些補充的資料, 告訴大家, 那些行家, 今天行家就追, 追幾條綠燈, 才追到拍到照片, 今天有些補充, 有些人, 又有一個, 很辛苦, 對行家, 好辛苦, 每個都拿著相機追, 先拍照, 先拍照, 先看, 现在跟大家分享拍照的资料, 我回到西九正门先讲一些总结, 起码大家读者观众知道刚才发生甚麽事。 最后徐汉江比较慢点, 因为很多行李比较慢点, 最后一个是陈汉江, 其他年轻点,很快就在西九走过马路, 在过马路当中记者就知道, 唯有追出去, 一路追出去拍,一定要拍到为止, 要交差, 有些支联会保释的人拍不到, 有时他们的涉气就是有人拍到, 你拍不到, 但你在工作为何拍不到, 这是很难解释得到的, 所以他们都要飞出去, 走出去, 大家要知道这一行的规矩, 都要知道, 我畏格认得到的, 再来一步, 再去做一个车门和这个车门, 因为大台都在等着, 等着他们出来, 第一时间见到他们出来, 首先见到他们的支联会有些个案事, 然后没办法, 这些大台大家都相熟, 所以他们都要托车开机追出去, 那些涉技见到追,没办法, 都一定要追, 现在看到行家追完后要回来, 要交差,要把照片订给公司, 首先拍多少要分类, 一定要把照片分类, 然后交到公司, 简单来说, 支联会干事, 前副主席周幸彤和四名前常委, 否认没有遵从从通知规定的提供资料罪, 今天在西九裁判法院, 他们还额当中, 还要一个多月, 今天在西九裁判法院, 进行一些预审和保释程序, 开第二次直播都讲了, 我不再复述, 内容有一些要跟大家讲, 处理总裁部官罗德成, 听取后面双方陈迟后, 一口气批准案中五名被告保释, 给五名的保释, 五名报告的保释, 也要他们接受一系列的保释条件, 这一系列的保释条件, 有被告当时在庭有不同的看法, 一会再补充, 他批准五个一起保释, 要接受一系列的保释条件, 包括不可作出发放转载任何可能合理, 或是理由违反国安法, 因为违反国安法, 常常都讲你不保释, 即是你可能违反国安法, 所以不可保释, 或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言论, 不在当法官说给他们保释, 而讲出保释条件的情况下, 不有两名被告人士, 包括周幸彤和梁錦威, 随即表明, 表明他不接受, 限制言论的自由和保释条件, 周幸彤就说, 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 他会选择后面, 后者, 后者的意思就是, 他会选择言论自由, 他不会在一系列的保释条件, 是人身自由, 但他会选择言论自由, 所以他今次是不保释, 不是保释, 即是你给我, 我都不保释, 大家都要了解一下, 有些事就要思考, 究竟别人的官给你保释, 而你不保释是甚麽原因呢? 我觉得, 或者我们大家猜一下, 各位观众, 从周幸彤所说的, 他强调, 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两者比较, 周幸彤和梁錦威, 他会选择后者, 后者的意思要有言论自由, 梁锦威表示, 由于他是前葵青区主席, 接受传媒访问是他职责之一, 他不希望他不会接受任何限制, 言论自由的保释条件, 他在庭里发表他的意见, 反映给官知道, 指定法官罗德泉听取各方面的陈词之后, 他才批准周幸彤、邓君岳和徐汉江三个人的保释申请, 给他们保释, 但周幸彤另一条罪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因为这条罪他仍然需要还压, 罗德泉又指出, 即使梁錦威和陈多伟没有申请保释, 今日没有申请保释, 但他会批出两个人的保释, 换句话来说, 你没有申请, 我一次过批出给你们保释, 基本上这条罪, 言论未交资料, 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 今日只是保释, 都是控辩双方, 官有很多被告, 控辩双方, 官有很多移民, 或者有些大家可以想想, 官一口气, 他讲得很特别, 稍后我再补充, 他会批出所有人, 你们没有保释, 但我批出给你们找, 军获保释, 经到双方面, 保释暂时结束, 接着预审暂定, 都谈了很久, 预审暂定在明年, 一月二十五日进行, 听到时都几嘴, 商量控灭双方, 法官商量了, 预审是下年一月二十五日, 正审日未知, 这是预审, 复核张中, 正审日未知, 在一月二十五日, 下一年没错, 下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预审暂定那天再審, 正审是哪天都未知, 可能过了年都不足奇, 不知隔多久, 在仲被告还押, 现在过几月, 周幸彤梁锦威两人选择继续还押, 周幸彤一定是还押, 因为他颠覆国家安全罪不给保释, 说梁锦威继续还押, 变相了梁锦威未审先判, 去到一月二十五日, 大约计过四个月, 为何集中梁锦威呢? 因为梁锦威刚才无出来, 法官给他获准保释, 但他不保释, 大家先了解为何不保释, 即是今次最高的刑罚, 最多监禁是六个月而已, 半年时间而已, 七处八处除红日, 除公众假期, 其实囚禁大约四个半月, 四个月左右应该坐完, 所以大家要了解监禁最多六个月, 周幸彤、邓岳军、崔汉江在庭提出保释申请, 这三个都是批准的, 由于本案, 因为这个是罗官说, 由于本案, 传媒广泛报道, 警方要杀取很多证物, 如有图人士, 将那些毁坏的草物, 理应一早为之早些, 即提醒控方要早些少, 现在控方要求押后两个月, 而检视案中所有证据, 他又强调拒绝保释, 是为防范某些事情发生, 并非懲罚, 这个是罗官阿士讲的, 不知是否矛盾, 考虑到现时情况有重大改变, 决定批出五个人的担保保释, 因为罪成就坐半年, 现在去到1月25日已经坐了四个月, 即是罪成已经坐爆了, 也误不出奇, 所以罗官觉得有问题了, 所以他早些全部批准保释, 他提出一个理据, 他说虽然梁錦威和陈多伟今天无申请保释, 但是一事同仁, 决定同样批出他们担保, 获准保释, 这个是一事同仁, 我第二次直播都讲过, 如果是一事同仁, 四十七人案, 民选初选一事同仁, 全部都可以保释, 案件不同, 可能不可以脱概结论, 但今次支联会, 五个人都未交过资料, 五个都获取保释, 但在厅里周幸彤梁錦威指出, 额外保释的条件很含糊, 他们是一度要求撤回法官给我的保释, 众多保释条件很多事, 最主要就是刚才都讲过, 是不可以发放和转载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 被视为任何根据其性质, 可构成违反国安法和香港法例中的 危害国家安条罪的罪行和言论等, 所以梁錦威和周幸彤对保释条件含糊, 一度要法官澄清, 要法官,要官澄清, 但很多时我们在法庭听到, 这个很阔的,很难澄清, 你自己想好它, 你自己想下, 要澄清就澄清不了, 所以周幸彤和梁錦威两人随职, 是要求法官撤销他们的担保, 周幸彤就指出控方非常陷糊, 因为支联会过去三十年多年都有同一事情, 做同一事情, 如今你只危害国家安全罪, 根本不知界线在哪, 强调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 它会选择后者, 即是保释不保释, 它们会选择继续还压, 而选择继续有言论自由, 选择后者, 罗德传也因为他说明五个可以保释, 就这件案, 他们两个撤销保释申请, 他都说了, 选择权在你们, 周幸彤和梁錦威身上, 我表示保释你不走是你的事, 交给你们手上, 你不签担保释不可以自由, 你不交钱不可以自由, 即是简单, 将这个责任, 将这个选择权给周幸彤和梁錦威, 大家要了解一下, 因为他们两个, 尤其是梁錦威, 他的原因就是言论自由, 我要选择后者选择言论自由, 人身自由就是监禁的东西, 他放在次要, 他选择后者要有言论自由, 你想想, 我不方便评论太多, 针对第二次的预审, 要谈了一段时间, 控方原提出押后到二月中, 开头控方说押后到二月中, 可能二十多日, 他说要看六十箱的证物, 超过一百五十小时的片, 周幸彤认为太迟, 去到二月中, 坐监坐完, 如果是罪成的话, 根本二月中不合乎最高的刑罚半年, 一定是坐爆, 所有人都坐爆, 他说太迟, 在商讨下, 商量下, 当然要中间落墨, 罗德泉法官要控方尽快完成, 只可将案件押后到一月二十五日, 他说明了, 控方说二月中不行, 要一月二十五日, 要将预审押后到一月二十五日, 然后再决定正审日期是多少, 即是一月二十五日就是预审, 双方交换民警, 再编买正审日期, 再审理日期, 可能又一个月, 即是这件案件是二月中才开审, 即是他们罪成可能会坐爆了, 即是坐爆都不出奇, 五个人获准以下的保释条件, 包括第一和第二很类同, 大家起码知道, 任何人不得直接与间接, 以任何方式包括传统实体, 电子媒体, 任何公众平台, 作出发放和转载任何方可能, 有合理理由, 视为任何根据其性质, 可构成违反国安法, 或香港法例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行言论, 第二, 任何不得直接与间接, 以任何方式, 包括全体实体, 电子媒体, 任何公众平台, 作出任何可能, 合理理由, 视为任何根据其性质, 可构成违反国安法, 和香港法例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行为, 走啦, 走啦, 这么快走, 走啦, 对了人就走了, 走啦, 追不追到, 追到, 追到, 五个都追到, 四个都追到, 三个而已, 我追到后面那个, 因为不够你们快, 我不提水就没人知道, 我没理由, 我一来, 为什么这么熟口面呢, 为什么没人知道呢, 我大声叫唯有, 拍到就收交差, 打算大台文记的人跟, 谁知道是没有的, 应该上面有文字记者跟下来, 但今次没有文字记者, 幸好我算是这样, 请我告诉港台那个Campman, 跟着都大声喊, 过去追出去, 其实有人知道, 不过那个没出声, 我们刚刚看死因庭那单, 那些消防员, 和医生, 是啊, 我们在关注死因庭, 所以大家, 没人知道, 很少人知道她出来, 说完那些保释条件, 大家都觉得合不合理, 你自己决定, 第三, 不可以离开香港, 现金, 一千至一万, 好搞笑的, 一千至一万, 你保释现金真的很少, 人事, 没有人事, 记住, 今天人事的现金担保是没有, 纯粹是个人一千至一万, 第五, 就是旅游证件, 要全部交出来, 第六, 居于报警的地址, 如果更改, 24才会通知警方, 每个星期, 记住, 第七个很特别的, 每个星期去警署报道, 一次这么多, 一次, 不用太多, 就是你觉得这个保释的条件, 都挺特别的, 今次, 周幸彤D1, 就是保释一千元, 邓岳君, 和徐汉光, 就是一万元, D3, 和梁錦威, 和陈多伟, 法官就order, 法官就觉得要一千元, 现金保释一千元就可以了, 当时下座陈多伟, 就和律师商量, 走还是不走呢, 保释还是不保释呢, 最后, 陈多伟都决定申请保释, 暂时自由, 梁錦威了, 梁錦威之前, 我都问过支联会的委员, 他说, 律师跟他谈着, 谈着, 叫梁錦威走, 但事后, 不见梁錦威出来, 是甚麽原因呢, 大家猜一下, 梁錦威为何不出来, 我这样看, 可能我看错, 或者看对, 因为他觉得今次一定是最成, 他会坐六个月, 七锤八扣, 坐四个月, 其实未审判罪, 一定坐爆了, 坐爆, 在程序公义, 我讲程序公义, 在程序公义, 是可以上诉的, 可以去高等法院上诉的, 那是否梁錦威, 用这个方法, 程序公义, 我坐四个半月, 但我今次连囚禁, 以及我不申请保释, 我再自己, 自己找自己, 我坐爆, 如果我坐爆了一天, 这一天, 就是程序公义, 他可以上诉去高等法院, 是有案例的, 程序公义, 有时你听到, 譬如长州复合王, 都经常说, 程序公义, 人权法可以打的, 这是梁錦威所看到的事情, 或者周恒彤所看到的事情, 不敢了, 我估计而已, 但今次都很特别, 你叫我保释, 我不走, 我要自己监控自己, 因为之前, 陈多伟和梁錦威, 曾经在高院, 他们两个申请保释, 当时用了个多钟头, 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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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两个钟头, 就决定不给他们保释, 当时的保释金很容易, 免得说那麽多, 因为他保释不了, 那个保释金其实不是那麽少, 但当时他们申请应该上个月, 是不批, 但今次, 罗官就批, 所以今次就是特别之处, 特别之处, 可爱之处就是梁錦威, 让他走, 他不走, 他不走, 背后是在想什麽呢, 可能历史可以证明到, 梁錦威今次, 自己个人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 两者取舍, 他都讲过了, 在言论自由, 他喜欢, 他要说, 他要说, 还有他们那个, 整件案件完之后, 那个定案, 可能还有一些延续, 就是会有一些程序公义, 引申到人权权, 是否影响到国安法呢, 这个就不敢爆了, 我不是法律专家, 但我觉得, 我思考D3梁錦威, 他不, 罗官给他保释, 他不走, 因为保释金是一千元, 梁錦威不走, 留在这里, 留在荔枝国, 张厦所, 究竟是怎麽解呢, 还有他留下, 是去到, 会否八日再申请呢, 我相信他会否八日再申请保释呢, 可能即是他不会再申请了, 直到一月二十五日, 在审前复核预审, 可能才见到他了, 事态就是这样的发展下去, 都是今日直播都是几特别, 我不知道有无人, 有无被告是, 我法官给你保释, 你不保释, 你自己回到监狱, 回到懲教院所, 我要上网找找些资料先, 不敢说, 因为未清楚的事, 我就不敢说, 即是给你保释, 你可以暂时自由, 等一月二十五日再回审前, 再上西九再审核, 再覆核, 但你便选择后者, 言论自由, 人身自由选择后者, 我要说, 这可能引申到考起法官, 考起下处一月二十五日, 罗官怎想呢? 因为审前复核, 一月二十五日, 正审未开始, 当你押后一个月二十五日, 当审结完毕, 案件真是罪成了, 大家例事, 怎样呢? 这个都很特别, 在国安法来说, 有保释不批, 不批, 不拿,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安排, 特别处理的情况, 这个都, 有待, 有回, 真是有待下活分解, 今次做小小乱, 就是要追出去, 在保释的人当中, 拍到徐汉江, 其他人就拍到背脊, 这个就是, 哇, 的士比较其他车搏, 不过, 大家自己思考一下, 究竟, 梁感威, 他是有什么情况, 有这样的决定, 因为每个人觉得, 有言论自由, 人身自由, 选择后者, 放弃前者, 这个都是他们的决定, 可能他们都是, 经过自己的思考, 跟律师, 因为他跟律师谈了情况, 或者他自己衡量, 衡量那个罪, 即是罪成了半年, 他现在留在法庭那儿, 留在程教院所那儿, 跟着罪成之后, 他名证言顺, 就可以曝出光明正大, 曝出法庭, 离开法庭, 是否他觉得, 是完成他那个酬禁的使命呢, 还是今次保释, 而法官给我保释, 而我自己放弃保释, 我自己自愿回到程教院所, 监禁, 1月25日再上法庭, 是什么原因呢, 有待这个很好的话题, 这个话题值得我们再深思熟虑想想, 梁錦威, 梁錦威他们是, 可能我过了一两天左右, 明天就很多的, 很多的评, 新闻评论员, 或者一些的人, 就梁錦威放弃官给你保释, 你自己进回去不保释, 因为一千元, 你签个名给一千元, 然后可以有自由, 但他不走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真是, 真是不知了, 因为始终选权在他自己那裡, 不过总结来说, 周恒彤和梁錦威所说的话, 真是从国安法到, 即有国安法, 那么多法庭的审讯, 都是值得我们深思考虑一件事, 这些, 考论是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 两者你选择后者, 选择前者, 这个即是, 国安安全的界线, 根本不知界线在哪里, 之外, 其实他很多时是借, 为何他八日, 要上高院申请保释, 就是他不断想要求控方, 和法庭, 就这一个危害国家安全, 这一个红线, 那条界线, 这条含糊界线可否清晰一点呢, 他经常都强调, 这个是, 和保释的条件, 不准讲话, 这个是否, 对一个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 是会, 两者的决定权是怎样呢, 哪个决定呢, 今次梁錦威的决定权, 就给回在自己身上了, 给回他自己的脑袋身上了, 他就放弃了, 保释, 是将言论自由, 他自己投身在人身自由, 再回去承教院所, 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我们作为直播记者和读者, 这都是给你们好好的题目, 给你们想想, 国安法太新了, 很多时有不同意想不到的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今次支联会, 所以在保释情况下, 会有很多的含糊, 会带出很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有待我们之后, 在直播那里找寻答案, 给大家多些的资料, 第三次的直播, 虽然有些不舍得, 虽然有些遗憾不遗憾的意思是, 拍不到他们报出法院, 只是拍到徐汉光, 和了解到梁錦威, 为何放弃了获准保释, 亦都放弃, 亦都引申到言论自由, 人身自由的选择, 权在法官那里, 人身自由在法官, 言论自由在法官, 今次梁錦威和周恒彤, 是否突破呢? 我不知怎麽说, 这个突破好还是不好, 都不敢怎麽表达太多东西了, 好, 说一声再见, 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见, 拜拜 不知应该, 不知应该怎麽说, 不知应该, 这些 industries, 太平静。 好跑。 十处理有着, pos空省的新鲜色,